咖啡对人体到底是健康的还是有害的呢 这个议题其实在研究维线中是有在意的 我们深入探讨中发现有很多相反的研究 并且咖啡可能没有影片中或是其他研究中 所显示的这种健康的效果哦 米好妈,我是小米 今天要跟大家来讲的是 咖啡对于人体到底是健康的呢 还是有害的呢 就跟着小米一起看下去吧 影片中的研究是确实存在的 但并不能称之为哈佛大学终于公布 因为哈佛大学的研究人员发表的研究成果 并不能完全代表哈佛大学 因为就算是同一个科系 也有可能出现A教授支持A理论 但B教授并不支持A理论的情况发生 所以这个标题属于比较是总动的标题 为了就是让观众能够被吸引 而进而观看他们的影片哦 这些研究大多数是流行病学的研究 主要探讨平日摄取咖啡的数量 与他日后得到疾病的关联性 但是如果光这样探讨的话 其实是会有很多的盲点的 像是平日摄取较多咖啡的人 可能是因为他的收入比较高 或者呢是他的生活水平就比较好 也有可能是他医疗照顾呢 本身也比较好 所以啊进而导致会有错误的评断哦 科学家在2022年8月使用梦德尔水计划来检测 咖啡对于癌症的效果 之所以梦德尔水计划会比乙醇病学的方式来得好 主要是因为他以基因的方式来检测 咖啡是否有效 这样子就可以减少 摄取量比较高 是因为收入比较高 而产生错误判断的疑虑哦 他们的研究中发现 咖啡摄取的量 与大多数癌症的风险无关 而与消化系统癌症 或者是食道癌的风险增加是有关的 而摄取量 也与多发性骨髓癌的风险增加有关 并且与卵巢癌的风险降低有关哦 这篇研究显示 减少后天的生活影响因子之后 咖啡的摄取量与减少癌症的风险几乎是不存在的 甚至有可能增加部分的癌症的风险哦 因此呢我们认为呢 咖啡的摄取量与癌症的风险其实是没有那么大的益处的 咖啡的摄取呢也尽量以适量为最佳哦 适量就大约是每天300毫克以下哦 如果是怀孕或者是哺乳的妇女儿童或者是失眠 肠胃不好或者是心血管疾病或者是有心律不整的人呢 尽量呢不要喝咖啡就不要喝咖啡哦 而且喝咖啡的时候也尽量不要喝的太高温 最好是以自己的体温或者是比体温低一点的咖啡来饮用哦 这样可以减少食道癌的风险呢 接下来我们来讲讲研究文献的利益回避吧 像是咖啡这种比较有可能跟厂商盈利有关的东西呢 很有可能是这篇研究是产学合作的研究 也就是厂商出钱来请研究人员来做研究 那这种研究呢我们就需要更加的谨慎才能够避免被他误导了呦 那我们要怎么样确定研究文献是可信的 他的数据是没有问题的呢 可以有以下的几种方式来做评断 第一种呢就是他的利益披露的部分呢 是否有讲他的研究经费来自于产学的合作 第二种呢则是他的研究文献是不是都大多数都是来自于相同的团队 或者是相互合作的团队 第三种呢则是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是不是能做出相同的研究 第四种呢则是他的数据里面呢 是不是有一些相互矛盾没有办法解释清楚的部分 第五个呢则是作者是否能在讨论的地方把相互矛盾的地方解释清楚呢 最后一点呢就是需要依靠经验 然后来判断是不是他的数据有什么奇怪不可信的地方咯 今天作为范例的研究文献当中呢 有提到说喝咖啡可以降低全因性的死亡率 因此作者认为如果减少消费者喝咖啡的数量 会危害到全体国民的健康 不过呢我们可以看到这篇研究文献的经费来源来自于 独理学评估公司 而这个独理学评估公司呢 会向全国咖啡协会收取咨询费 因此我们在看这篇研究文献的时候 就需要更加的谨慎才不会被他误导了哟 今天的讲究就到这边啦 如果有任何疑问的话都可以到下方的留言处来进行留言 或者是到我们的粉丝专页私讯给我们的小编 迷路团队感谢您与我们一起用科学文献以及知识的方式 探取迷路的真相 我是小迷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